Mini Cooper Hello Guys 今天我們收到這台車是 2012年的Mini Cooper 當然它不是S版 所以是一般版本 那它2012年所以年份 不新不舊 但是它車況保持得非常漂亮 因為這是女用 真的女用 不騙人 然後Mini Cooper非常有特色 就是它的 時速表示在中間這一圈 中間有一個大螢幕 就是它的操作介面其實跟BMW很像 它是用中間的旋鈕控制它的上向 大家可以看一下 Mini Cooper的視野沒有像休旅車那麼的好 它比較低一點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們這個 Mini其實它算是歐洲車 那你看它的水溫表 其實它差不多在90 90幾度 95度左右的位置 那其實歐洲車 的溫度大概都在 就是 不要到100度其實都可以接受 因為正常來說歐洲車的水溫表 都會超過 紙針的一半 就會比較高 因為他們的工作溫度會比較高 那日本車如果你超過一半的話 就是它紙針 比如說你超過三分之二 你就要注意一下你的水溫 那如果是歐洲車其實沒關係 那日本車如果超過一半 你就要可能停在路邊 稍微檢查一下 看是不是沒有水 水量不夠 還是其他問題 如果水溫太高 然後你繼續開的話 可能就會 引擎就會整個衝掉 就壞掉了 所以這是歐洲車跟日系車的差別 那Mini它算英國車 所以它算歐系車種 所以它的引擎工作溫度 會比日本車高 水溫是我們開車的時候 非常重要的一個要素 那我們就尋找我們的飲料店 就大家也可以在留言 留言板下面看 平常都喜歡吃什麼喝什麼 那也有想介紹給大家 那留言給我們之後 我們看到 哪一天找時間我們去嘗鮮 然後拍給大家 讓大家看一下 謝謝